大家好 欢迎来到艾维斯的安装教程 本期我们讲解的是猛禽的A柱拉手 这个A柱拉手大家看一下主体 不仅仅是满足了颜值 而且它能拓展咱们一个功能就是固定手机 一英寸的拓展球头 可以通用于RAM的所有配件 然后我们出厂配备了一个手机支架 一个手机支架 就是你多大的手机它都可以灵活调节 然后带两个连接感 各种角度都可以调 它的安装特别简单 它不需要把原厂的A柱替换下来 而是附着在上面的 大家看一下 原厂的贴合面是非常的匹配的 非常完美的 整个的机翼造型大家看一下也是非常帅的 这个球头也可以上下互换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 logo部分还是咱们的标志 高光浮雕很漂亮 这个安装很简单 就是把咱们原厂的那两个塑料壳摘掉 然后上下螺丝固定完 然后去安装这球头就OK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 下面咱们就开始装车 咱们先下面安装一下艾维斯的这个 猛新A柱拉手 咱们首先把这个原车A柱 这有两个塑料盖板扣掉 上下各一个塑料的装饰盖把它扣掉 然后里面有两个螺丝 原车的螺丝 咱把它拧出来 然后拧出来以后呢 咱们把咱们这个艾维斯的A柱的这个拉手的这个装饰盖 还有球头先把它拧掉 拧掉以后 把咱们的这个A柱拉手贴合到原车的A柱上 这是分左右的 大家装的时候看一眼这个这个边角要贴合了才可以 然后咱们使咱们出厂配的这个加长螺丝 咱们用原车的孔位 把它安装进去 上下各一个 咱们现在A柱拉手这个已经装好了 然后咱们还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装饰盖 还有一个球头 咱们可以把球头装在上面或下面都可以 然后装饰盖就是装到另一个没有的那个孔 把它盖起来就行了 咱们主体装好以后 咱们就可以把咱们的脸杆 还有支架装到球头上了 然后这一个双脸杆 然后它的角度可以弯向调整的 就是你把它调整到你最舒服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下面咱们就是整体安装好 然后支架也调整好 它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可以自己去调整比较舒服的 因为这个位置咱们单手操作手机还是比较方便 然后单手的取放都是比较方便 然后这种支架的加持力的话很好 它在你越野的时候手机是不会掉进去 才能认识去的 但是这个位置 受伴的时候 授性能 小物 小物